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CM Legal频道 我是朱书林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2023年6月泰国旅游政策 泰国内阁会议2月同一队入境旅客征收旅游税 搭飞机入境旅客征收300株大约9美元左右 陆路和水陆入境旅客征收150泰铢大约4美元左右 泰国原本规划从6月起对搭机入境旅客征收300泰铢大约9美元左右旅客税 但因为航空公司售票端无法把旅客持有工作证的外国人和泰国人分开 因此这项政策将再度延期 暂定9月才上路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看其他旅游政策吧 中国旅客不再需要出示泰国通行证或者泰兰Pass或入境证明 COE也就是表示说无需在手机上下载程序了 中国旅客可以用落地签或者是VLA or Visa on Arrival入境泰国 如果有需求在泰国停留更长的时间的话 您可以事先在入境之前申请60天的旅游签证 为了让您的旅途受到保障 我们还是建议前往泰国的旅客购买旅游保险 您可以选择泰国政府和当地医疗机构认可的AXA保险 也建议旅客事先预定酒店哦 您可以通过大众使用的agoda.com预定酒店 为享受更优惠的价格 还有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Facebook群发表评论 分享您的旅行上遇见的问题 或者直接与我们公司联系感兴趣的话 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哦 希望以上的信息对您有帮助哦 谢谢观看 记得为我们点个赞跟订阅哦 这次就分享到这儿 下次见 拜拜